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呢 梨算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水果了 那市场上常见的梨呢 有这种浅黄色的风水梨 还有这种综合色的秋月梨 还有绿色的跨尔勒香梨等等 但是我听说云南大梨 有一种红色的梨 形状是圆圆的 长得跟苹果很像 那这种像苹果的梨 吃起来会不会有苹果味啊 红色的梨子 会不会比一般的梨子更甜一点呢 赶紧跟随我们的素颜小分队 去那里探寻一下吧 为了探寻 长得像苹果的梨子 设置组来到了它的产地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的 威山遗族回族自治县 作为古代南省国的发祥地 威山有着悠久而厚重的历史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威山的威山古城 据说这里已经有着六百多年的历史了 在这里除了可以看到很多古建筑之外 还能感受到当地人 非常安逸清闲的生活状态 而且我听说 这儿还有很多奇特的美食 我们现在就去探寻一下吧 您这在做什么呢 我这在做西豆粉 西豆粉就是用温豆做出来的温豆干 它就是加上我们的这个锅巴 手动锅巴 然后还可以加油条 耳块 耳丝米线 拌在一块吃比较美味的 哇 这真的是什么呀 这个是紫米 白米 豆米 豆米就是青蚕豆做的 这在炸什么呀 油香 油香 对 小大型做的 为什么可以炸这么大呀 这个是我们投资的鸡鸡 求了五花八门的特色小吃 我们还看到了不少外形奇特的水果 其中便有我们要找的 长得像苹果的红色梨子 哇 这个真的是红的耶 是的 这叫什么呀 这是摆地梨 红雪梨 哦 这是叫做红雪梨 哦 哇 你看这个 它这个配色跟这个苹果很像 但是你看它这个表面就是这种很粗糙的 然后有很多斑点的 明显就是这个梨子的特征 然后它的个头也比这个苹果要大很多 这红彤彤的梨子看上去怪诱人的 它的味道跟一般的梨会有什么不同吗 这份是水很多 爷爷家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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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个什么味道 我们找来几名消费者一起品尝 咱俩没有苹果的味道 它就是梨 感觉水分很多 酸酸甜甜的 很花扎 很好吃 酸甜市中不是很酸也不是很甜 这是小时候的味道 没想到 这红色的雪梨吃起来 并没有比普通的梨甜多少 倒是多了一份酸甜爽口的奇特风味 我们得知 这种酸酸甜甜 且之多花扎的红雪梨 在当地很受欢迎 是微山种植面积最大的水果之一 当地人是如何种出与种不同的红色梨子的 它的独特风味又是从何而来呢 我们前往红雪梨的主产地 马鞍山乡一探究竟 摘红雪梨为什么得先放风筝 什么样的红雪梨 才是最好吃的红雪梨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 位于西北部的马鞍山乡 这儿的海拔大概是在2000多米 我们可以看到 这儿有很多的玉笔 都已经是采收完毕了的 然后你看这个 这个好像是桃树吧 很早就已经摘完了 这个应该是核桃树吧 叶子都已经快掉光了 我们在网上搜索 得知梨子通常都是在9到10月份收获 这大冬天里 真的能看到挂在树上的梨吗 不远处传来了一阵歌声 老乡您好 你们这是去干嘛呢 我们就在红雪梨 红雪梨啊 这个冬天还有红雪梨 有的 那我跟你们去看看 去吧 我们里也去 到了 这是我们的红雪梨 这不就是我们的红雪梨吗 你看 这么多的 是啊 这么多 眼前的果树上挂满了红雪梨 在阳光的照射下 显得格外艳丽 像是小朋友晒红了的脸蛋 看上去漂亮极了 哇 你看这里 这一个枝头上面 差不多就挂了 12345678910 差不多有20个这个梨 哇 好重啊 来抬一下 哇 必须很用力 才能够把这一根树枝举起来 放眼望去 全是硕果雷雷的红雪梨树 场面尤为壮观 大冬天里 为什么还能收获这么多梨子呢 我们这个梨吧 一般就是低海拔的地区 它就10月份就可以采摘了 然后高海拔高一点的 就11月份到12月份都可以采摘 就它有点玩手嘛 所以我们这边要叫那个冬雪梨 老乡说 正是因为红雪梨成熟的碗 生长时间长 积累了较多风味和营养物质 所以吃起来尤为脆嫩多汁 酸甜爽口 我们了解到 今年马鞍山乡 一共种植红雪梨 约3.9万亩 产量预计会超过6万吨 因此采摘任务相当繁重 可奇怪的是 老乡们放下杯楼后 并没有立即投入工作 而是拿出了一个风筝 我们要先放个风筝 放风筝 对 放这个 对 只见老乡们 把风筝绑在了树枝上 这叫什么放风筝呢 而接下来的一幕 更是让人匪夷所思 他们竟然拿出了一种 闪闪发光的袋子 把红雪梨树给缠了起来 这究竟是要干什么呢 你们这是要干嘛呢 这是果然种地 禁止入内的意思吗 没有没有 这个是 你看一下 是不是你脸下有光 很刺眼 对 很刺眼 这个果子它比较甜 鸟爱来吃 风吹来 然后太阳照着 就冻起来 反光就 鸟看到了 它就已经害怕了 鸟就不敢来了 风筝也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 就是风吹来 风筝动起来 它有点像老鹰 是不是 就比较庞大的动物 就鸟是会害怕 除了彩带和风筝 老乡们还会用专门的驱鸟器 来模拟老鹰的叫声 以驱赶前来着实的小鸟 既保护了红雪梨 也不会伤害野生动物 红雪梨的安全有了保障后 老乡们终于可以 安心地采摘了 看着大伙忙得不可开交 我们也想上去帮忙 可是这树上的果子 有的红了一大半 有的只有一抹浅红 还有的几乎看不出红色 哪一种是成熟了 可以摘的红雪梨呢 这个我们不看它的红度 就主要看它是不是 整体一个都是黄色的了 这个的话 它成熟度不是很好 是不是 这个就像是酷尔热香梨那种 还有点绿绿的是吧 对对对 这个是不是整体都是黄的 是不是 所以是要看它黄色的部分 对 然后摸上去有点粘粘的 它有点粘粘的 因为它甜嘛 是不是 对 有糖分 对 有糖分 搞清楚了红雪梨成熟的标志 我们终于可以帮忙采摘了 可不料一出手就闯祸了 哇 什么情况 没关系 没关系 不能这样摘 我们这个梨吧 它要这样 轻轻地给它拖起来 然后你用一下梨是不是 拉一下 它就下来了 那我来试试 就是这样子 对 这么轻松就把它摘下来了 对 对 你要轻拿轻放 这样 果饼朝下 是不是 就当你往空隙里面放进去 它就不容易 把其他粘粘给扎到 对 对 这上面的摘不到了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爬上去的 爬上去啊 对 这个不会踩断吗 不会 小心一点 这边是可以踩的吗 对 对 哇 这个不会踩断吗 不会不会 你不要看它就不太高 它其实已经有20多年了 哦 所以这棵树还是很老的 长得很结实的 对 对 这边怎么过去啊 要怎么摘啊 慢慢地摘 慢慢地摘 哎呦喂 哇 掉 我扔给你啊 这样两个人摘的话 效率还是很高的 对 这个 哦 就我们的话 两个人的话 不用摘多久 可能30分钟左右吧 哇 你看 这个这么红 这上面的果子是要红一点是吧 这只要是它仰光充足嘛 哦 光头最好一点 对对 树梢上的红雪梨 确实要比下面的红很多 越红的红雪梨 味道会越甜吗 跟着小臂 我们把摘满的两杯楼 背到了分检区 这儿的老乡们正忙着把摘好的梨 码在一堆 按照大小进行分解 这种大的和这种小的 到底哪种好吃啊 就是这个大的跟小的 一般就口感都差不多 就有些地方买小一点的 有些地方喜欢大一点的 然后分成一牙一牙的来吃 既然梨的大小不影响口感 那它的颜色会和美味有所关联吗 我们挑来一个红雪梨进行品尝 虽然没有想象是那么甜 但是它这种酸酸甜甜的风味 特别浓郁 水分也特别足 测量糖度后我们发现 微山的红雪梨糖度 最多可以达到12.8 这个素质在梨的众多品类中 并不算太高 但是老乡说 红雪梨的特色并不在于它有多甜 而是在于酸甜爽口的浓郁风味 也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 爷爷家的味道 它富含维生素和多酚 营养丰富 而且非常耐储藏 就常温的话可以放两个月 就冰箱里面就可以装四个月左右 我们不禁好奇 如此特别的梨 当地人是如何种出来的 它独特的红色外衣和独特口感 又是从何而来呢 就在这时 我们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 两个老乡正在捡 掉在地上的红雪梨 这树上的梨都没摘完 干嘛急着捡地上的呢 老乡 你们这个梨子 都掉地上的还能吃吗 很能吃 它是宝贝 这个都是宝贝 是的 我们发现很多 掉在地上的红雪梨 还都比较新鲜 没有出现腐烂的迹象 可是就算它们还能吃 也卖不出什么价钱了 怎么就成了宝贝了呢 只见老乡捡完梨子后 来到了一个农家院里 拿去喂猪是吗 是的 原来说这个可以吃 是给猪吃的是吧 可以了 小猪们争相恐后地探出脑袋 津津有味地吃起了红雪梨 小猪们吃了一个又一个 根本停不下来 这个猪是我们本地的小乡猪 通过这个红雪梨 喂了以后它的品质也是比较好的 然后呢这个猪肺呢 花椒跟埃海的淤泥 形成这个有机肥 有机肥呢 再拿来要我们的红雪梨 梨树结穿的果子又亮了 病虫害也会少 在威山 除了利用农家肥 增强土壤肥力 提高产量 当地人还采用了 虫禽杏幼侧暴仪等设备 防治病虫害 定期修整树形 以保证果实接受足够的光照 让红雪梨长得又红又美味 可是张老师告诉我们 如果换成别的梨树 即使利用再多的先进农业技术 梨子也长不红 要溯源红雪梨的终极秘密 还得跟它去一个地方 长得丑的红雪梨会好吃吗 红雪梨和猪肉 会碰撞出怎样的美味 跟着老张我们驱车两个小时 来到了五蕴香的白奶村 大山之中古墓参天 生长着五颜六色的野果子 离果园这么远的一个地方 会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这就是我们红雪梨 越红越好吃的秘密 哇 这么大一棵树啊 哇 这棵树大概有十几米高吧 有两百多年的历史 眼前的这棵树除了十分高大外 既没有茂盛的枝叶 也没见到有果子 它跟红雪梨会有什么关系呢 但我看这棵树应该不是红雪梨树吧 这上面都没有梨啊 对 上边的还有的 有吗 那几个小的是吧 霸地的上面还是暴地 这股树上的红雪梨 跟果园里种的 会有什么不同吗 编导准备爬上去摘一个 可没想到爬这棵树 就没那么容易了 然后呢 这样子啊 转过去是吧 好 谢谢 谢谢 哇 终于上去了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我们终于在树上站稳了脚 可要摘梨 还远着呢 哇 那个梨的那么高 我去摘一下这边的梨 这个也没有地方拔呀 我感觉我已经动不了了 都不知道踩哪里 周边的这个树枝也不是很牢固 哇 你看那个梨 我估计还有三米多高吧 但我现在根本就没法上去了 而且我觉得脚已经站不稳了 再下去我腿脚都没有力气了 上不去就算了太危险了 上边好高的 得知我们的到来 村民们找来了一根打核桃用的干 不一会儿就把梨子给捅了下来 来 你们也尝一下 哇 这个梨子感觉好丑啊长得 好丑 你尝一下 瞧瞧它的味道 嗯 很甜耶 这个熟臭了 像看上去很丑 但是还挺好吃的 是原生菜的味道 原生菜的味道 大树上的果子虽丑 却是百分百的红雪梨美味 这棵树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呢 上个世纪呢 八十年代的一个春节 我们在市场上发现 有人在卖这个 又鲜艳又好吃的梨 我们就追踪调查 跟踪它呢就找到了这一颗 上百年的红雪梨 最后通过政府呢 我们来全它的枝条进行防育 防育了以后呢出去栽培 通过了三十多年的发展 就成为现在呢 我们8万分的红雪梨生产基地 张老师介绍说 微山物种资源非常丰富 这里气候温暖 光照充足 土壤肥沃 正是独特的自然环境 孕育出红雪梨这种 吃起来酸酸甜甜的 晚熟雪梨品种 经过不断的品种改良 和现代农业技术栽培 如今的红雪梨商品性大大提高 从滇西的大山走向了全国各地 成为了当地人致富增收的旺香宝 在微山 红雪梨除了鲜石 还能化身成怎样的美味呢 这一天 家主微山大苍镇 苍鹿谷的村民们 准备用新鲜采摘的红雪梨 张罗一桌晚餐 我们今天要做一个 我们一桌特有的古法 红雪梨糕 大理的冬季较为干燥 很多人都会在家里 制作润肺脂壳的红雪梨糕 将雪梨切成小块后 倒入冲灸中充成米粒大小 加入薏米 红枣 罗汉果 冰糖 用小火熬煮五个小时 接着 还需将雪梨糕 用纱布过滤 吸出果汁 让它继续熬煮三个小时 我们开始了第二道美味的制作 这一次 红雪梨的搭档是酸木瓜 冰糖 银耳 和大枣 将它们一起煮上半个小时后 一份酸酸甜甜的冬日养生汤就做好了 除了化身甜美 红雪梨还可以跟猪肉来亲密对碰 选用个头较小的红雪梨切掉顶部 把内部掏空 用盐和白醋进行浸泡 盐加白醋来泡一下 使这个梨不会变色 还会把这个色味出去 接着 将白糖放入热油中炒化 加水 煮成红褐色的糖浆 同生姜 草果 白蔻 干辣椒一起炒香后 淋到超过水的猪肉上 放盐 再加上红雪梨块 用砂锅炖煮 四十分钟后 锅里的红雪梨已经完全融化 为肥瘦相浸的猪肉注入了酸酸甜甜的灵魂 这时就可以将红烧肉 放入之前泡好的红雪梨壳中 在蒸香里蒸上十分钟后 一道带有浓浓的爷爷家味道的红烧肉 就此诞生 熬了一天 终于熬完了 而且只有这么一点 对 我们这个雪梨糕 它是十斤红雪梨 才可以做一斤的红雪梨糕 十笔的笔列 都拉丝了 好甜 吃了之后喉咙是不是有一点舒服 这个雪梨糕吃的时候可以用那个汤水给它化开 除了泡水喝 甜蜜十足的红雪梨糕 还可以拿来拌蔬菜沙拉 在冬日的夜里 一勺红雪梨汤 一口红烧肉 暖胃又暖心 老乡们享受着这种奇特水果带来的幸福时光 我国西南地区 孕育着丰富的物种资源 我国西南地区孕育着丰富的物种资源 如果去那边旅游啊 往往能够吃到一些比较奇特的水果 除了威山的红雪梨 还有什么羊奶果啊 树番茄啊 仙人掌果多一果等等 想必大多数人都没有吃过吧 如今当地人正通过不断改良品种 扩大种植面积 将这些小众水果推入主流市场 让地方特有的自然资源 变成助推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 好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水之盘中餐 追根溯源探产地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